來 我們左前方 好 正中間 那當然待會兒晚一點點我們同樣的會有這個單拍的時間 繼續的給我們所有的媒體朋友們 來 我們看看右前方 我們看一下右邊喔 好 要不要換一個姿勢 要不要換一個姿勢好嗎 來 換一個姿勢 那沒有了 那我們先聊天好了好不好 那我們先聊天 來幫我們算一下麥克風 再次音樂的掌聲來歡迎陳琳好嗎 嗨 歡迎Ready Hi 大家好 嗨 有一點 有一陣子了 但是今天很開心能夠在開幕的記者會上面看到 我也覺得你好會穿搭 就是我一般來說講到春夏真的會想到的 真的就是所謂的吊帶的這種丹寧骨 是 我覺得我這麼會有一部分是因為 丹寧的東西很好搭 應該沒有人穿牛仔的東西會取錯嗎 這倒是真的 而且你剛才講我這麼會對不對 我是真的很會 就完全洶湧成熟就對了 這一切都是我自己配的 真的很好看對不對 對啊 所以今年的春夏也是會覺得絕對少不了的 似乎好像女孩們衣櫃也都少不了 會是一件吊帶褲的感覺 其實吊帶褲一年四季我覺得都是非常好搭配的 然後當然隨著年齡的不同你可以有不同的感覺 像比較寬鬆你可以做一點點南海風 對 可是今天我穿的是比較緊身的 然後再配上肩頭高跟鞋就會顯得比較有名模的Style 對 姑且不論我們有沒有超過170 但是穿完鞋子就已經有172了 光是跟感覺就有到17米 我的跟尖12公分 所以腿稍微略缺 那你這樣一講完全沒錯 其實講到了這種丹寧褲也好 尤其是吊帶褲也好 對 這時候高跟鞋是絕對必備的 成熟的風格 對 因為我覺得丹寧配上高跟鞋 其實就有一種莫名的很隨意不經意的性感 對 但殊不知在家都不知道配多久 你都不知道配多久 就想很久